大家好,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节目,主要内容是,于浩铭整容成功,再次登上颜值巅峰,现31岁的脸蛋,比18岁还嫩,小编提醒,请您点击右下角图标订阅,添加小铃铛,娱乐圈可是一个看脸的地方,不管是男明星还是男明星,在颜值上的要求都是一样的高,你长得越好看越帅气,就越有粉丝喜欢,如果你的脸有鬼了, 那基本上就相当于,在这个圈里没有了前途,因为观众们都喜欢长得好看的明星,眼要是被毁了的话,还怎么去拍戏呢,但是在如今的圈子里,有这样一位男明星,他的脸自然被毁了,可是他还是努力地付出继续拍戏,让观众了解到不一样的他,这个人是于浩铭,浩铭是在芒果台出道的,在选秀节目里的表现赢得了一票粉丝,之后又当起了主持人, 当时的他还是非常年轻的,唱歌好听还能跳舞,整个人看起来都特别的有活力,性格又好,所以很受观众们的喜欢,后来还拍了电视剧《雷震雨》,又大火的一把,他在里面饰演的歌《梦》特别的绅士,贵族的气息浓郁,让观众们对他记忆深刻,这样的他应该会在娱乐圈里发展得很好的,后来他又接了一部戏,和瑟琳娜一起主演,但是却不幸地遇上了一部戏, 他们两个人都被烧伤了,特别的严重,他的整张脸都被烧了,几乎是毁容了,不知道他是经历过,怎样的心理历程,才决定再次复出,继续完成他想要演戏的想法,他复出后和原来不一样了,整个人好像不再明朗,但是却让观众们见识了他的实力,他用演技法距离角色演得特别真实, 这一次让无数的人被他感动了,他的不拘服和他对演戏的热爱,还有他从骨头里散出来的魅力,真的是太吸引人了,后来浩明在出席某场活动的时候,大便连连地和他刚复出的时候,变化特别大,整容一样的效果,使他的颜值重新登上了顶峰,皮肤也不粗糙了,变得白细白细得特别好, 但是他手上的烧伤还是很非常的显眼,与脸伤一比较,差别很大,不过看到他的脸恢复得这么好,粉丝们都很开心,今年浩明都31岁了,但是从照片上看起来,他现在像是一和18岁的脸那么水嫩,他能够鼓起勇气,再次回到娱乐圈,已经让很多观众感动了,现在颜值也回来了,再加上他那实力派的演技,他一定会有更好的作品给我们, 他会发展得越来越好的,如今能重振精神再回娱乐圈,并且有着精湛的演技,加上现在颜值又回到巅峰,小编相信,今后于浩明的发展一定会越来越好,我们也期待他能为我们带来更好的作品,不知道你们是否看好于浩明呢?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,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,欢迎点击订阅添加小铃铛不迷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